接下来跟进 以色列男子入境寻仇的案件进展 警方援引2012年国家安全罪行 特别措施法令重新逮捕了十人归案 并延长扣留28天駐查 吉隆坡总警长拿多鲁斯迪 今早出席交赖警区主任移交职权遗事后 告诉媒体重新被捕的十人 包括两名土耳其男子 以及一名格鲁吉亚男子 他们早前因为抵触1971年军火法令 分别被延长扣留到16号和18号 警方已经援引有组织犯罪条文扣查嫌犯 鲁斯迪证实三名外籍男子确实和案件有关 他们都是以游客的身份合法入境我国 但基于案件还在调查的阶段 他拒绝透露更多详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